李鸿章对于袁世凯果敢的行为非常赞赏 然后到第二年的时候 袁世凯被任命为清朝驻朝鲜总理大臣 成为了事实上的朝鲜摄政王 朝鲜国王李希是一个非常软弱的末代君主 袁世凯看到朝鲜内忧外患 觉得日本俄国对朝鲜的野心 不会得到彻底的解决 所以上述李鸿章提出两样对策 上策是将作为传统附属国的朝鲜郡县化 成为中国一省 以彻底断掉日本或其他帝国列强 对朝鲜的侵略野心 第二条是干脆采取门户开放的政策 在确保清政府在朝鲜的外交通商利益的同时 公开承认西方各国在朝鲜具有平等的利益机会 这实际上和美国人后来提出的 针对中国的门户开放 机会均等的政策如出一辙 袁世凯的这两项政策 其实都是根据当时实际情形做出的判断 也具有可操作性 但是李鸿章当时没法下这个决心 犹豫不决之下就又过了十年 清政府错过了解决朝鲜危机的最佳时机 十年之后就是1894年甲午